Odio Jungle 八季第八集中,卡尔被僵尸咬了,这意味着这个角色极有可能要离开剧组了,编剧一言不合就杀主角,也引来了剧迷的不满,他们试图联名请求AMC开除那名编剧,引起了极大的轰动,甚至连行尸走肉漫画作者柯克曼都出来为这一情节辩护,根据柯克曼的说法,死亡是未来戏剧性发展的催化剧, 柯克曼并没有透露剧集的后续将如何发展,更没有否认卡尔将死亡,并离开剧组这一推测,对于卡尔的死亡,感到无比沮丧不仅只有剧迷,近日,行尸走肉另一名角色努哥的饰演者,诺曼瑞杜斯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表达了自己的看法,努哥对此非常不开心,努哥几乎是见证了卡尔的成长,努哥几乎是把他当家人一样, 以后剧组如果没了卡尔,会让努哥感到很伤心,甚至努哥之前认为,卡尔才是最终幸存的人,行尸走肉播了八季,角色死了一波又一波,但最近两季死的角色,让人非常震惊,第七季开篇格伦直接被尼根打成肉酱, 不少剧迷因为这个角色的离去果断戏剧,如果说格伦的死亡是为了引出尼根,那卡尔的被咬就很没有必要,仿佛是为了制造看点才这样写剧本, 不少剧迷人,为编剧是在用主角的死亡来提高剧集的收视率,糟糕的是,不仅卡尔很有可能离开,摩根也已经确定,会离开行尸走肉剧组,加盟衍生剧行尸之剧,行尸走肉的核心角色越来越少,也难怪那么多剧迷戏剧, 当然,两位人气角色瑞克与努哥暂时没有任何问题,两人的合同已经签到第九季